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含了红海拉 台泥 宏姬 华欣 其实这几个集团都在积极布局车用 有没有哪些小骑兵也跟舰机一样持续标速呢 没有错 其实车用相关的题材 还是这个盘面最强最稳健的一个题材 就算是前一天震荡 它隔天就有机会在网上就一个向上攻击 那我看到今天里面的个股里面 主要是MIH的包括像 大家比较忽略的像1523的永章 6282的康书 那大家最熟悉的2497的伊利店 还有1536的核达 这头信一路买上来的公司 今天都很强 那天气的话 充电中的题材 它也带动到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像很稳健的公司3003的建核心 但他们的量都相对比较小 所以我在今天里面看到一个重要的新闻是 特斯塔它刚刚又完成一个新的里程碑 因为德州的超级工厂 完成了一万步的model Y生产 那表示它的学习曲线 已经正式往上要走出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成长 那我们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会认为说相关的一个题材会越来越热 而它的一个营收会越来越成长 加上上海超级工厂 每天都有2200铺的一个成绩 所以特斯拉的供应链 我相信在今天很多股票又开始往上标 包括大家看到像今天 还有相关题材概念的帽打 跌生反弹 又有DDR5的一个概念 然后你等一下899的高利 又有热泵 它也是相关题材 再加上说像2231的维生 2228的建领 甚至于我们先前跟大家报告过 这个车身轻量化扣件的8349的恒耀 它居然在这一个行情底下 它居然可以还全做创新高 所以我觉得特斯拉的供应链 我们再去找位阶相对低 最好是有拉回的 所以今天当帮大家找一家公司 是拜号2402的一家 我觉得投资片 我可以好好的先去做留意 因为这间公司其实相对来讲 一直都是相当稳定的公司 去年也赚了7.5 今年上半年也赚了4.4 重点怕8月营收是月增年增 8月还能够同时的月增年增 真的是相对的一个少数 而且是创46个月新高 那目前来看 净值有19.65元 那股价连净值都还没到 这是有赚钱的公司 那我来讲 它对今年的主要成长题材 包括它是MSG集团 它也是特斯拉的一个供应链 特斯拉供应在哪里 它的自动升降投诊 相关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零组件订单 所以它也是标准的 特斯拉供应链 但股价在这边 还没有享受到特斯拉供应链 的一个高股 这个高本益比的一个题材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机会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 再来它在车用相关的面板 它相关的软板也实用非常多 大家可能不晓得 现在很多的电动车 它搞一个非常特斯的噱头 除了本身你看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中控的一个荧幕 对不对 然后你的驾驶座 它也有一个荧幕 也是数位仪表板 那现在连副驾驶座 如果大家有去看过 现在很多在副驾驶座 都还会多一块仪表板 在你的一个副驾驶座的 这个行李箱的那个位置 又多一块的一个面板 所以这相关的一个面板 它比较适用就是 因为需要造型 因为需要曲面 所以都是用软板比较多 那异家在这个部分 主要的琢磨就在这里 所以它在车载相关的 一个软板供应量 其实一直在成长 再加上说穿戴式装置 我们在看的 这元宇宙的题材 再加上说所谓的智慧穿戴 包括像它这个大客户 近期有新款的一个智慧手表 智慧手环 那这些也都是需要 运用到相关的软板 所以我看到它相关的 一个成长跟题材 再加上这一波段 它其实创高之后 比大盘强 那前段时间创高之后 现在拉回 连续拉回到这边 接近到月线 我倒是认为 有拉回再去做布局 长期来讲会比较安全 尤其外资也去过去 连续两天都买进 我们常跟大家讲 外资在跌的时候布局 你跟着它一起 在相对低点去布局 它会等到什么 拉住长红再去做调整 反而在这边 我会认为说低价 转机 低于净值 又有获利 营收又创新高的 我觉得是投资朋友 选择了一个 比较好的方向